哎 麦克 三年前 你们去琉球闹事 甄北王已经饶过你们 如今 你竟敢再生攻打北梁 你这是在招死 你也配 一个本粮行准 天高地破 没人敢在我面前 这么放肆 甄北王 我已经想到这些 别人敢在我面前 那是西面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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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不要 來 哦 啊 滚 王上 苏老为业在逼死 而苏家人为了保持地位 要将您未婚妻苏清旭公开牌了 什么 被闪鸡回遍了 你就是林北辰 我消融霜三天后 就会由无极战神大人亲自举荐 掉入北梁 我的男人只能是那位无上至尊的郑北王 你这种葬家之犬 永远也配不上我 你是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也是为了解除婚院而来 好大的胆子 心吧 就让你们两个家族彻底消失 你是谁 好大的口气 霓华 林北辰 你够能装的 像你这样的演员 我随便都能叫来几百个 还敢冒充北梁战神 这是罪该万死 他不配 一条臭水沟的乱蛤蟆 还这么狂妄 看来这婚我是退队了 糟了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来退婚呢 我苏清雪 退婚 你是清雪 那 那你为什么 十年前 爷爷救你一命 十年前 你又回来过一次 这一巴掌 该不该打 该打 害我被人指指点点 我被苏家 像货物一样卖掉 该不该打 该打 那 孙雪 从今天起 有我在 九州大地 没人敢再欺你如你 你 你这种时候 还说这种大话 不觉得可笑吗 从此以后 不想再看见 北辰 为什么要回来 三镇镇北王 三镇镇北王 谁来吧 吴京 您怎么来了 博主让我给您合话 不久将为您举办 龙宋宴 选择镇北王 知道了 替我学会博主 还有 山如松 其实本身不坏 这么多年 他一直鼓量武功 我想请您再给他一次敬礼 可以 要是他把握不住 可就别怪我了 还有萌耀区苏家提亲 你帮我准备一份屁股 属下灵命 神神秘密 苏家这是搞什么名 不是招训业了 怎么这还不得成 这就是你的命 我还敢跑 我把这段你的腿 承蒙各位赏脸 今天 今天 我就替我这孙女招训 谁出的价高 哈 就是谁的 这哪是招训业 这分明就是卖孙女 刚才姜总这意思 是不是想玩玩呢 哎 这苏清雪 可是变量第一名了 我今天 一定要得到他 让他夜夜门下注 我出三百万 三百万就想得到苏清雪 我出一栋价值千万级别的 那我怕 谁敢动 陛下 我来了 你这个晦气的东西 没死 都好好的躲着 来这儿干去 还想害我苏家不够吗 苏家 好大的党 敢帮我卫困其当商品吗 行命长 梦 我们苏家能变成今天这样吗 真拜你所思 你这丧门心还想取心血 苏梦 你这个白眼狼 十年都没见你回来尽孝 这个时候回来 我看你就是冲着遗产来的 奶奶 本身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爷爷的医院本来就是 苏家 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你这个过节老鼠 也配得上我苏家 来人 把这个丧门心 给我打出去 都不许动 北辰 你快走 等一下 苏老大学 要我说 就是让这个废物 让他最小的 在散口吃饭时 也让他尝尝味道 毕竟这种场合 他以后是一辈子都遇不上 大家学得怎么样了 不错 这种垃圾 根本就不会上桌 给他吃干水 那都是看自己 这建议确实不错 那就这么办 还不滚到角落去 还在这里 丢人现眼 这种乱样 人家的狗都能站到前排 实际上 赶快角落去 能站在最前排的 男的不是 升下千万 随便从杨凤几点出来 都不是一辈子 应该凑过来 想吃宗家书发的费 只能跟东西想 从一开始 几千万也算钱了 我这张卡里 至少有一万亿 我该站的 一万亿 你以为你家开印钞厂的 就算是上金林家 都不敢说这话 我看这小子 怕是气疯了 在这说胡话 小子 拿成我借也都没见过的 假卡 就敢这么吹电话 你是想笑死我 找继承本生的 马云咖啡吗 你说你有一万亿 怎么连根毛 都没带过来啊 啊 可真装逼的 我的领域 在路上 一个蹭饭的废话 要是真能拿出 像一下的病理 我当着血口叫 林北辰 你不要再说 这么幼稚的话 我说你管不了 你快走 再给你一分钟 林北辰 你这个穷光蛋 有多远 给我滚多远 再敢胡说八道 我将人 非议的你 你到我 陈年茅台十乡 江畔别墅十套 帝王绿手镯淫妇 好大的手笔 这些礼物总价值 起码十个亿 我本以为我已经 够大气了 这是谁送的礼物 竟然如此的豪狠 能不成 真是他 这些 够 我去 真的是他 够 当然够 北辰啊 买卖 就知道你不一般 是你自己叫 还是我帮你 你说是你送的 就真是你送的 我不信你一条赞文犬 还真有什么大能耐 就是 只要真是他送的 我倒立之想 也不撒朋友照照镜子 一身地摊货 算个什么东西 看来一定让你们看见棺材才落雷 找务机 我上次 我下班 了 你 我上次 我上次 你 我上次 你 我上次 你 苏江还巴不得把苏清雪卖给叶蒋 小子 牛皮都吹爆了呢吧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刚冒领叶少子彩礼 找死 妈的 我看你这狗东西 分明就是来捣乱的 妈 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的 来着 把他的双腿打断 扔到街头要饭 奶奶不要 慢着 叶少 这小子满嘴谎话 你想怎么办他 今天是我和苏清雪大喜的日子 就先 我要让他也真正的看着 苏清雪怎么变成我的女人 以后他就是你的了 奶奶 我不嫁 你放我出去 闭嘴 要不是你爸 一直护着烂个狗东西 苏清雪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能嫁给叶少 那是你的荣幸 我 叶昕成他就是个混蛋 他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女人了 我就是死都不会嫁给他 你 林雪 你放心 留我在 没人那么厉害 你每天认识吧 是个 你要还是上街灵家的人 当然 没有人敢动 但是你别忘了 你现在 就是个苟延残喘的狗 你也配评论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好 请 这是当地骚人 要了你的女人 Crazy 不仅想徒手掰断这笼子 还可冒充这么冰荒 这就是疯子 兄弟 这怎么可能 这笼子可是花了一百多万倒出来的 这个废物怎么能直接白断 林北辰 还敢对叶少动手 你找死了 不要再是我们 还不快要上去把他抓住 我要过了他的手 奶奶 我愿意嫁给叶先生 我求求你放过北辰 我告诉你 我可烈是无极战神 死定了 是 叶少 这笼子 可和我们苏家 没有半点关系 林北辰 无极战神马上到 你就等着死吧 老婆 北辰 无极战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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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金特送金条百分 深海叶明珠三百克百亿项母一份 作为苏小姐的嫁妆 国主还说了 苏小姐可以自己选择夫婿 如有逼迫者 当初 国主亲自送礼 苏家这是要重新崛起的吗 看来那死老头的人脉 他还原比我傻心了还要厉害 这是大人 那小子冒充真美吗 我教训他 他却把我的手弄断了 您看看 您看看 见你不行你 你不要严惩 那叶少许 我怎么处置才算严惩 把他发配到链鱼战场 当努力当破坏 就是就是就应该这样 这是大人 你为什么 你 这可是大人 你为什么打我啊 你听苏小姐贴钱 我杀 杀刘晴 可是那个小子犯了可是大罪 你千万不能轻饶他呀 你再教我做事 没有 没有 苏小姐啊 在此的柜位 有没有您心爱着 若有的话 可放心 国主都发话了 美成应该不会再有危险了 不选北辰 那就祝两位白头邪了 换下你们 也不是真龙 否则 什么死都不知道的 你这算什么一回事 肯定是这小子是不战神大人 但国主刚刚发话要立定所调 战神大人不得不放他一把 而且全散了我们头上 自己的朋友就去死 原来我们干什么 大家别为他骗 他只不过捡一个漏 战神大人 才会吸着跟他解决 帮我给叶山河带个话 小七天之内 再担心 叶山河带个话 带上叶山河带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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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上叶山河带个话 我带上叶山河带个话 啊 当然 哼 跪点拳小功夫 真把自己当成治北王了 叶大少说 我走 林北辰 给我闭嘴 我们苏家 根本就不是你这个废物被上的 赶紧滚 美男我被他扶下 一来就给我们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这就是你找的好夫婿 哎呀 奶奶 您就给北辰一个机会吧 相信 只要他踏实下去 他不会比日本人差的 给他一个机会 也不是不可以 他林北辰不是是 说自己是镇北王吗 上边 这强盛集团的账 他也能收过 强盛集团的背后 可是华国的地下龙王啊 这是让他去送死 这笔账不管要不要的回 苏家都不愧 真是好算计 林北辰 这个机会我给你 你敢去要吗 去去地下龙啊 在我面前不过是一条臭虫儿 希望你们到时候要反悔 你能活下来 再说吧 还钱 哎哈哈哈哈 敢来强盛集团要账的 你们还是定一个 还请张总给我们苏家一个捧着 苏家犯的屁 整个变了 谁敢来我们强盛集团 不想活了 哎就 哎 只要你晚上呀 把我伺候皇后 伺候舒服 那三千万 明天一早 就给你挡过去怎么样 哈 还请张总报尊重一点 尊重 屁 你连这个臭药犯的都冤禁 你不就是一度喂不饱的当货吗 这样哎 我活也好 资本又豐富 我再让你输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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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敢打我 啊 动我最不该动的人 啊 啊 啊 你打我 你还要 把这个废物的双腿打断 让她跪在地上 看着她未婚妻是怎么在我胯下被我征服的 我把这个废物的双腿打断 让他跪在地上 看着他们未婚妻 怎么在我的胯下被我征服 是 非要 只要你放过他 我什么都答应你 这样我在乎那个小子 那我个目都能把他放过 只要我把他关起来 那美女 你以后不就成了我的人吗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 小子 你知道我们乔宋集团废用的人是不是 便能递小龙往回宫 他老人家一句话 不过你要完蛋 个苏家都不会有好说的 现在知道怕 晚了 告诉我 我不管你背后的人是谁 欠债还钱 年经第一 全都在龙王那里 有本事你找他去找 别的打电话 告诉我在这等 龙王来了 你玩了 等下 星星 北城 龙王不是我们能惹得起了 我去60 等会想 别怕 我再来 没人在跟进 到底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 李先生 罗夫的事情就多劳你费心了 哈哈哈 好说 好说 哎 什么 哪来的小憋似 刚才站在水头上堵土 我现在就过去 才把他八匹抽尽了不可 林北昌 你这个废物 竟然敢招了雷先生 店梁的一条玉头蛇 也看他这么巧 放肆 如霜可是华国湛王 他怎么做事 还弄到你来说脚 知不知道 就凭你这句话 当杀 给我擦刀气肠的都是战事不齐的 哎 你说战王 好大的威风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 你就是个疯子 什么牛逼都敢吹 毕竟是我毁约在线 我可以替你向人相信竹子 但是你现在要跪下 成罪三十 我的事 你还不会多问 好 这都是你自找的 我一会都要看看 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 是啊 等会龙王大人来了 我让你求神不得 求死不能 非诚 这枪我们不要了 我们走吧 哪个不长眼的小兔崽子 在我的地方闹事 老大人 这苏家交货太晚了 我就扣了他一点祸祸 没想到这个贱人 就带着这个小子来闹去 你瞧 你瞧给我打的 你看 龙王大人 不是这样的 我们苏家向来按时交保质保亮 是张总他处处为难 还想贪莫货款 刚才他还想逼我 闭嘴 我们强盛集团 会在乎你苏家那点钱 我看是你们苏家故意来找茬的吧 你刚刚不是挺狂的吗 怎么现在跟个木头一样 连看都不看雷先生一眼 现在啊 就跪下来 给我道歉 说不定 龙王大人心意了 饶不过你 变娘的一群臭臭 不知道不过贵 你就是苏家那个废物罪婿吧 不耻的小白人 原来还想着留你 现在看来 没那个比较 张 是他 现在 还要我给你跪去 好像吗 不不不 怎么敢让林先生道歉啊 这混账东西 冒犯林先生 你他什么想死啊你 当初老子带了多少人去北梁 一个人就给我们全废了 还掉在城门三天 你这是怎么了 我闭嘴 他小孩欠规则 翅膀硬了想上天是吧 我知道错了 错了 我告诉你 苏小姐说苏家能不能按时交互 就是可以 你什么吃着回够了啊 啊 啊啊啊啊 你把他找死 别什么连累我 啊啊啊啊啊啊我知道错了 请问你饶命 饶命啊 你给我记住了 以后再敢跟我惹事 我他妈间废了你 啊啊啊啊啊 苏小姐姐不好意思啊 你差点让这个交尸棍子 这耽误了咱们的合作 你这你不要介意啊 啊没事没事 那龙王大人 我们现在能走了吗 哎你你你别跟我客气啊 哎这这叫我这小雷就行了 小雷就可以 你给我还 他咋拉眼 啊啊啊啊苏小姐 苏家的欠口啊 我强盛集团马上就还 还希望 呃苏家今后和我们强盛集团 经常的咱们往来合作啊 多谢龙王 呃啊不 雷大哥 哎哎哎哎哎哎哎 小雷小雷叫做什么 这怎么回事 凶名赫赫的雷龙 见到林北辰之后 真的变成了软脚虾 难不成他真的是什么大人物 北辰 我先回去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奶奶 你找地方休息一下 等奶奶朋友不婚事了 你过来找我 嗯 小儒说秦龙夫 我很不喜欢 啊 小虫子明白 请你放心 啊 小将军 秦龙夫小姐的事情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雷某无能为力 雷龙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是啊 您不会被那个林北辰给骗了吧 他就是个废物 只会满嘴跑火车 闭嘴 你想死 别他妈来来我 雷龙 别怪我没警告 明天我就要掉入北辰了 我到时候会成为镇北王的下 道实一言 就可让你强盛集团负面 是吗 您请自便 你 王总 是个林北辰 你坏我好事 别急 我已经打听到镇北王在电梁的住处 只要镇北王一句话 在这九周 谁敢不走 就是这里了 据说要迎接镇北王 这里花了万亿打造 镇北王张的大人物 会加我们吗 怎么说我们也是豪门贵族 而且我马上要参加北梁军 他再怎么说 也会给我们几分博面 况且 镇北王也是个男人 就凭我这身材 这像吗 只要他眼睁睁看着我 我不相信他两眼空空 走吧 华国上将萧如霜 参见镇北王 上京请家 前楼付参见镇北王 不是你们两个是狗皮膏要吗 甩都甩不掉 林北辰 怎么是你 林北辰 怎么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们俩吧 你们来我父亲干什么 你竟然敢说我们俩是狗皮膏要 你真是不怕死吗 林北辰 你最好赶紧滚 别惹弄了镇北王 耽误我们的事 我走了 你还见个鬼 林北辰 你以为你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大可不必 在我们眼里 你就像一个哗众取手的跳梁小丑 蹦他的再婚也改变不了你的悲劣 你们俩还真是宠人多作怪啊 就你们俩 倒天我都不要 滚出来 小双我们要的是秦罗布展开 你们是林家三大护法吧 是聪明 是林婷知让你们来的吗 是又怎样 就算我今天拼了命 也会把你交出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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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 林家的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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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神匹 你 你觉得什么 不配 走 你 这女人虽然泼辣了点 不过还挺重情 林北辰 你个禽兽滚开 罗傅 怎么回事 我一醒 就看到这个禽兽 他在占你的便宜 他用手 在揉你的 不是 我看 林北辰 你竟然色胆包天 居然敢对本将军斗手 若霜 你怎么了 奇怪 我身上的暗伤 怎么都好了 要不是我出手救你 你早就没命了 还有你 早就被人绑到林平直的床上去了 你们不感激我就算了 还对我这个救命恩人 拳打脚踢的 你们不觉得可耻啊 你的意思是 这林家三大护法 是你杀的 这个楼楼而已 救你 还想救我 肯定是镇北王帮的吗 你这个废物 冒任功劳就算了 还趁机吃如霜的豆腐 真该死 你北辰 我知道你被退婚了一只不服 但是你用这种方法想引起我们的注目 简直是何时之一 蠢祸 今天我就饶你一命 若以后你还敢乱来 就别怪我心狠 你果然是凶大舞蹈啊 我再说一遍 你们两个还入不了我的眼 你想要攀附苏家苏星雪的人很多 你确定 你这碗软饭吃的容忍 只要你发誓在我们眼前彻底消失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站稳脚跟 别说辩量你叶苏两家 就算你上京十大号门在我面前 不过都是能够随手都能捏死你马蚁吧 你狂妄自大 不可救用 王上 苏家已约了叶行程 要重新洽谈清雪小姐的婚事 什么 我马上到 苏老太军 这就是所有的事情经过 我相信你们苏家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叶少放心 你北辰那个废 他就是给我苏家当开门的 都不配 奶奶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北辰收回强盛集团的钱块 你就不再阻拦我了 怎么能出二翻二呢 你自己教我做事 苏姐 玩了臭脸给谁看了 叶少以后就是你老公了 好好伺候着 苏清雪 你终于是我的了 看来给你的教训还是够了 李北辰 你还真有脸露头啊 你利用林家气少的身份 在便梁到处惹祸 我已经上报给上金林家了 到时 就是你的死期 那我到时候谢谢你了 让他们上门送死 到时候不少事 你个丧家权 有牛你还真敢吹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 是你让墙上集团还的钱吧 什么意思 这明明是叶大少 与雷先生打个招呼 你正巧赶过去 还真有脸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啊 什么时候你叶家的档子 一声招呼 就能让雷龙服了 我叶家什么地位 怎么着 也比你一个肺地位要高吧 你要再敢抹黑叶少 小心我让人把你腿打断 林北辰 强盛集团 还有林家 都要收拾 和清雪在一起 只会害了我们苏家 这个丧门星 有多远 给我滚多远 奶奶 国主说过 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你们谁都没有权力替我做决定 清雪 这国主赵令是说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人 可是 他林北辰如果只有死了一条的话 又只有我们叶家才可以护他周全 让你改口 也不是件难事 而且 这林家的手段有这么多 那天走叶路脚一滑 人就沉到湖底了 老太军 你们苏家不是一直都想挤身变量好门吗 我这儿 正好有一个机会 这是华国第一女战王 萧如霜的 入梁大脸的邀请函啊 没错 萧如霜可是我们华国最年轻的战 还是我们唯一的女将军 过几天 会由无极战神举剑 调入北梁 未来可是一片璀璨 入梁大脸 能够管理的全部都是变梁的顶尖名流 只要能够参加 这苏家地位 还不得一步登天 要不是无极在我面前为萧如霜求情 还没有掉入北梁金的机会 吃点烂点废物 还敢误入乡下去 这大脸上 都是好会苏家若能参加 随便认识一两个大人物 拉来西夏末就能腾飞了 老太军 只要你能够将清雪嫁给我 这一步登天的机会 可就是你的苏家 你们这 你要干什么 小兔崽子 赶快把邀请函放下 活儿 你 你 你知不知道这要邀请还有多珍贵 我们业家投资数千万才只得到三张 你现在敢把他给毁了 扫门星 你找死 贝尘 你太冲动了 这个东西我们赔不起的 就这要想啊 我要的话有多少 你这恢复 还敢说大话 真把自己当作人尊贵 早孽 早孽 你这个扫门星 你是非要把我们苏家全害死才够是吗 事实如此 信不信随你们 今天 要是我们拿去留下 我保证 再来给你敲速精神 要是拿不好 就别想活着 从这个门里走出去 行 既然如此 那就睁大了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真的 上面还有无极战神的供应呢 小子 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连肖战王入梁大帝的邀请函都敢伪造 那其他人 说不定还真本能混 只可惜 你今天遇见的 是本少爷 伪造的 不错 这邀请函就是我们叶江湖的制作 根本就没有什么钻石邀请函 这废物 连邀请函的情况没有摸清楚 就敢伪造邀请函 那我们只找死 怎么 你还想打我不成 伪造邀请函 这是死罪 绝对不能让你连累了我们苏家 金冠 你给本少爷跪下 我可以饶了你 你应该是不信 你没着 过几日就是入梁大典了 我到时 要让你和苏家人连门都进不去 即便没有邀请 我照样往下去 反倒是 可就不一定 好 好 到时啊 晚上也好好看看 你这个小别三 是怎么样变成整个变梁的笑话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爹 你啊 不小子林被宣 来看你们了 姐姐 弟弟对不起你 一 轩 掌握 乖乖乖你到大哨的路 小妮子发育的还很不错吗 看来今天晚上能好好的享受 享受了你做梦 北城快跑 我一定要让他邻家 血柴血长 王尚有林三爷的消息了 什么三叔没死啊 在哪还没查到具体位置 这晚明天就能确定 不过林三爷应该一直在变量 林老头你还能不能干 你还哪一天死在工地上 能干 这抓药呢 听说你老婆最近病情加重了 都是兄弟 要不我们借点钱用着 真的吗 来来来来 谢谢啊 好 打掌 哎呦 不好意思啊 这两天干活了 手发抖 没事 没事 哈哈哈哈 要不您这位在上京微风八面的林三爷 得搁几个跪下 磕几个头 我们再多借你点怎么样 这不是前两天你找老板玉之心 这也不就给他下跪了吗 就是 怎么跟到我们这就不行了 这是看不醒我们搁几个咯 行 有骨气 是条汉子啊 林三爷 既然这么有骨气 那就得再多来两玩的啊 既然不愿意拿我们的钱 那就多干点 三叔 回来晚了 美晨 是你吗 是我 喂 林老头 你侄子不是早就死的吧 估计是要饭的吧 一家人还能出两种过司 我们这么喜欢背马蛋 让你往背后 三叔 三叔 你们老板在哪 美晨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老板招惹不起的 三叔 他敢这么侮辱你 就是罪无可赦 你 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怎么着 小子 就是你 让我三叔跪下的 穷鬼要钱 可不得跪下吗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 给我三叔道歉 这事我救不救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哈哈哈哈 就你 来人 动手 这 正被王下令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老板可是我辩量正府私的人 我可别乱来啊 正府私 权力很大吗 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他 是一辈子 喂老板 这里有人迟到闹事 什么 是到北部 简直无法的天 我马上过来 你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金黄那边是谁 那还是 毕业灵 正府私 李刚 你是谁 赵古吉 这 这谁大人 你 你怎么来了 正被王的三叔 被你的水下 欺负过 我这人镇压 我正 只要插手 不 不敢 不敢 正被王 三叔 林老三 那正被王是 韵北辰 这美王 陈北辰了我 我正对林家三叔 是因为上级林家 在我的任务 我不能不听啊 我 林家 他们也共得不了几天了 你们 跪下 给我三叔磕头认错 直到他原谅你们为止 否则 都别小伙子离开 林老爷 陈北辰了我 陈北辰了我 我再不敢 林老爷 陈北辰了我 小姑妹吧 对不起 够了 北辰 够了 死罪可免 我最难逃 去查一下 工地上 还有没有 其他老小的事 查到严惩不怠 是 动手 吴吉 你去筹办 龙凤宴的事吧 不用跟着我了 叶家的人照顾一下 明白 喂 喂 什么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 三叔 你三爷 病危了 没关系 早就去那时候 不听 好歹人都活几日 只不过他家里人好像不太愿意出钱 无数轻入刑板已经病不高了 哪怕大罗军先来也救不了啊 员长 院长 医院 给你们开工资 不是让你们在这儿说风凉话 院长 不是我们不想治 他的病 拖太久了 我们没法治的呀 是啊 稍微出现意外 立刻就没命 要是出了事 这责任谁大 乃贼 院长这是要事的化妥真法呀 院长出事 肯定有救 华神医 开心你的救命之恩 这里 我可受不起啊 我只能维持你半个月的生命 你的病呢 真的是神仙动难救啊 如果有圣医出手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院长 什么是圣医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 圣医 来至高无上的境界 要想成为圣医 必须先成为战神 华夏五千年 只有三位圣医 这个时代的圣医 人在北梁 极其神秘 先有人 见过他的阵容 有什么心愿 快完成吧 这都是命啊 我多活了十年 已经够了 这可惜我那苦命的侄儿 到现在连半个消息都给你 三十 被真不孝 半冰挂见了 真儿 你还活着 这么多年 你都去哪了 三十 我的事咱们以后慢慢说 我先给你这 我们从业多年对着比尚且束手无策 一个臭小子拉你毛出来的 就是 就连我们院长 唐唐华佗传人都没办法 你拿什么酒 再敢胡说八道 叫咱们把你赶出去 小伙子 他的病多得太久了 心脉已经快死了 冰鞋患者身体很弱 我们不能为他下重药 我施展了华佗酒针 才勉强给他续上半个月的寿命 你可不能乱动啊 不然的话 他有可能会当场着病 好多酒针之病 这很正常 太狂妄了 你小子知道你在做什么 太狂妄了你 北辰 实在不行 咱就别勉强了 你三婶整天哭着闹着 说要再见你一面 如今你回来了 他还能活半个月 就知足了 三叔 这天下就没有我跟北辰之谱的病 我疯了 你这是在害他 你还不快滚 让我把针给他去上 他还能活命 成龙金针 是宝贝玩意儿 怎么会在你处理 你是谁 接下来只要好好吃一几天 就都完全合作了 你不可真哪 真是杜真 你是生意 不可能 他看起来才二十多岁 怎么可能达到那个境界 乔子 别装什么鬼 你 月达 你 华长生 拜见郡北王 哎 不必如此 您是前辈 快请起快请起 没想到啊 在我有生之年 还能亲眼看到您是真 我死而无憾啊 全世界能在这个年纪成为圣医的 只有闹到北梁之主啊 拜见郡北王 你说带我们参加入梁大典 你扔了 还不快滚过来 三叔 我有事要先离开一下 一会儿我派人送些药材做的 你给我个三婶 每天吃义腐 不出七天 就会抢月老 真的 你还不相信我吗 谢谢谢 这 你要找独大话 开我车去 好啊 电影车吧 这个是县令版的保释局啊 起码得一群人都忘了 叶少 你可真是好喝啊 低调 低调 只是个代步工具而已 叶少现在得到了无极战神的赏识 能够参加入梁大典的筹备 将来必定是屏幕轻云呢 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呢 放心 我叶星成的就是一位 等到时我发达了 一定会关照你们的 怎么不见林北辰的小人 他不是跟我打赌谁能进去 害怕牛皮吹破 赶来了 这什么场合 那个吃完饭的 估计早就吓得屁股尿流了吧 怎么能跟叶少林 那小子算是指望不上了 不知道叶少能不能带我苏家 也进去看看 想去看看 也不是不行 不过少点名字 叶少您放心 您只要能带我们苏家进去 今晚就是你的了 不要放开我 苏家就是因为你爸 看护那个白眼狼 才轮了到现在这个地步 也该你替他偿还苏家了 今晚你就算死 也得死在叶少的床上 你们苏家真是脸都不要了 你这个废物还真敢来了 看了个这破车 你把我们苏家的脸都丢尽了 苏家的脸 是你们自己丢的 那个破摇晓晗 凶乱呗 真是毫不值时 你个小偷仔 你再敢胡说 小心我叫人 就撕了你的嘴 卫辰 要不我们还是走吧 我们肯定进不去的 放心 我一定会带你进去的 而且还是贵宾系 哎呀 我 靠东西 这个打老子 我打的就是乱叫的 路上大点即将开始 请各位准备好 邀请函 有序入场 那位车 我今天就让你看了 我现在插去 看来某个下水道的老鼠 待会儿要夹着尾巴骨蛋 欢迎训练 大家光临 不愧是夜商 就是有面 你看看人家夜商 连龙族的人 都这么尊敬他 你再看看 你找的这个废物 害得我苏家 连门都进不去 秦军 赶紧去挽着夜商的胳膊 这可是我们苏家 进行最后的机会 好戏才刚开始 把他给我打出去 刚才毕业毕业毕业 怎么转眼就给打出去了 大人 这是为什么呀 你还敢问 找到哪样的狗蛋 这战神大人亲自问了 又让大姐 邀请他那本造型 看也是不想活了 这 这怎么可能的 这邀请还都是我们叶家 亲自督造的 没有这个邀请 这家伙是无极战神 专门我们叶家留的 你们必须得跟我解释 帮他 大讲废话 哪有你最这么简单 清雪 咱们进去 你个废物 别走死 你没有邀请函 你拿什么劲 清雪 相信我 走喽 是不是 是不是你都要告诉我 叶少子梁小人 不肯定是想 按照说 真的是这小子靠的会 没有可能 一个人逃了十年 恩人一死 就急着回来 继承遗产的白眼狼 问出什么向三路的手段 都不足不及 没错 我特意吩咐了赵无极 不让你进门 什么 你还敢吩咐战神大人 好狗不挡道 你赶紧滚开 我去你去我看看 快把清雪放下来 你想作死 不要带上我们宿家 叶少都进不去 你一个废物 骑个破车想硬闯吗 他进不去 不代表我进不去 再说谁告诉你 我开车这用法 这里又没有规定 不允许开车进去 没想到啊 你都恬不知耻的 跟到这儿来了 我不难 徐柳梁到底怎么看啊 是 你怎么认识他呢 一直怎么都打不走的苍蝇而已 你怎么这么狼狈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 小语你 这个苍蝇不仅撕碎了 我赠于苏将的邀请牌 他还用下次让你手段 把我的邀请牌被人讲了 结果被守卫打出来了 小语你得要狠狠地教育他 上车吧 参加典礼比处理他更重要 谢谢小语 这狗东西 果真是个嗓门心 竟然还招惹过 萧将军 如果你想管理我可以帮你 只是 天下之道 就没我不能进的地方 我劝你不要乱来 都够惹怒了无极战士 即便是我 都保不住 你看 这车不是能开进去吗 你脑袋上车要了去 那可是今天的主角 小语 你是什么垃圾 心里没数 北辰 要不算了吧 进不去是小事 要是惹怒了无极战神 那就完了 放心 今天呢 我一定要让你两枚气 我今天要是进不去 我会主动离开 不过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跟着我 我都在你 有人现眼的东西 要作死 你们自己去 给你机会你也保不住 我 笑了 诸位 他们两个已经和我送家 没半点关系了 千万别迁怒你 我倒是要看看 这废物怎么收场 你要拉我 雪龙戒 天下狼带雪龙戒子 只有那位大人 您是 教练 什么 真他妈进去了 为什么迎接他的架势 比小将军还大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的 北辰 先去 双双奶奶 我告诉你们啊 刚进去的 可是我执女婿 足够让开 滚 怎么样 这回相信了吧 北辰 你和我说实话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说过 我是镇北王 你再胡说 你再胡说 我就不理你了 好吧 其实 我在北辰 给他们开过车而已 他们都认识我 虽然今天这样是不对的 不过好解气啊 北辰 以后你一定要脚踏实地的 入梁大典马上开始 请诸位尽快再指定区域落座 感谢各位过来见证我 调部北辰 无计战神稍后就到 请大家耐心等候 客气和南北辰 能够参加这样的心点 我显示伤无憾 是客气了 要不是战神大人 跟随着那位少年王来到汴梁 就凭你们这些三脚猫 生意的家族 也配参加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该不会是从狗屋里面脱风流血的人 还不好好躲起来看 赶索在第一吧 叶先生 你不要像个泼妇一样骂街行吗 我们是通过正常安检进来的 胡说八道 这场盛典的安防 是由龙少所得的 怎么可能会让你们两个 没有邀请他的人 好 好该不会是你这个废物 扯上了和卢梢的关系 我们过不过关的吗 你们没有资格单在这里 赶紧滚 我就不追求你用我身份问你来的事 欠用身份 你也配 放肆 你敢对小小您不敬 还不赶紧跪下磕头 我给他跪 他受得起 我们的婚约已经过废了 你现在在我眼里 就像个丧家犬 专靠吃女人软饭的废物 原来这个废物先前竟然和肖家磕 怪不得的混结 林北辰 跪起来给肖家磕了头 说不定他还能饶你一遍 请选妹人 看看你选的人 今天不仅可爱了我 你们搜家之后的日子 我和北辰是合规合法进来的 你们这都是污蔑 都是污蔑 这可是我的入量大 规矩我很清楚 除了我跟无极战胜 根本没有人可以去 我现在去好好问问张无极 我林北辰没有要想 到底能不能进 退婚仪式是我有错在先 所以你今天对我不信 我可以不计较 但你对战船大人不敬 无法运 来人 给我把他俩带下去 好好审问 你被 你肯定要大公然杀人 只是奔过去而已 大姐小奶 金北辰 不要把我对你的容忍 当时你抱这么资本 今天我就要废了 你肯定要大公然杀人 让你长点气息 你敢打我 只允许你废我 还不让我喝什么 你 消灯至极 不配住我北辰 中心 赶紧滚出来清理门户 你这个疯子 你还真把自己当这么子 北辰的事也轮不到你来管 竟敢惹骂无极战神 你他不真是找死 原本我想放你 但你不知悔改多次冒出郑北王 看来 我今天就不能再留你这个祸害了 无极战神道 小子 我这些看不见 北辰 你为什么要装郑北王呢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的 确确相信我 我还想要 你怎么会 我现在全部都不在乎 我做了 我都要一个罚 你 DevOps 你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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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好好处置 镇北王早已地点会场 只是其形势向来低调 并未现身 这场闹剧被他看见了 你们深入闹火 镇北王在哪 你看到 祝梁大展办成这样 镇北王很不高兴 下令 用不动用相扶刷 忘记乖乖 顺北王全聚学乡神学教育北洋 这些事 怎么还要倾奏权势七月呀 不说走怎么会这样 我本给过你机会 奈何你眼不识人 这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权 为了今天 可够处心积虑的呀 就因为我退婚了 让你尊严扫地 你就跑到我的大姐上来闹 毁了我的前途 好 有因必有果 这报义我认了 从今以后我们两步相前 如果你再敢揉我 我绝不饶你 事情就是这样 林北辰得罪了镇北王 你们苏家也要跟着完蛋 造孽呀 这个林北辰 迟早要把我们苏家给毁了 试以至此 叶少 还请你救救我们啊 以我们叶家的实力 想保你们小小的苏家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 叶少 明白 苏清雪 早晚是您的 尚今林家大哨已经抵达遍条 苏清雪是我为他准备的礼物 只要林少开心了 这点小事 难道都解决不了吗 叶少 您就瞧好吧 卑晨 这里一定费要好几十万的 要不 我们还是换一切吧 紫月 如果喜欢的话我就把你买去 味道不出 呀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那个 人生臭的 电影在臭的林大主席 怪不得都可气大大 能把他心死了 来着 把你们俩给我进去去 我刚刚在楼梯 给我立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 你散下去 你本身不能准备 王天一 你想干什么 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 这小白脸害的肖将军 进不了北梁 还惹怒了正陪王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地方 再容得下他 还有你们苏家 也得跟着走 满门抄斩 都是轻的 不过 你现在把他踹开 多比你们苏家 还有翻身的余地 说吧 多少钱才能砸开你的腿 只要你从了我 我或许可以考虑 帮帮你们苏家的 你做梦 你找死 我看找死的人是你 跪下 请去道歉 我可以咬你 想着我道歉 我告诉你 这可是我王家的产业 这是在太岁头上动作 我脊骨被毁了 你不可 贝尘 算了 你跟今天 差死难逃 起疯了 那王家就破产了 就王家破产 就凭你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一分钟 我要辨量王家 你他妈是有病吧 男人 把他的腿给我打断 喂 爸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们集团服务器 瞬间全部瘫痪 有神秘财团 重视千亿打压 这损失已经上级了 每秒还在暴跌 所有合作的公司 就算赔款也必须要解约 我们王家 你听我完了 你这个逆子 惹了什么人 这不可能 我没惹什么人 我只教训了一个小白领 你还不改记磕头认错 求一条生路 要不能求那位大人物原谅 我把你喂鱼 这都是你干的 你挑的吗 王上 银少 求您放过我王家一马 从今以后 我王家给您当成做马呀 可以啊 但我以后不想再变梁 见到你们王家任何人 好好好 今天往上 我们立马离开 消失得干干净净的 喂 小雪 你在苏家公司的股份 全部收回 为什么 喂 喂 一句话就能让变梁王家破产 她的身份 绝对不简单 有意思 奶奶 为什么把我的公司股份收走 你从我这儿借的八千万资金 迟迟还不上 收租股份 有什么问题吗 那笔资金的还款时长 当初收好了近一年 但现在还不到半年时间呢 你看看现在你那个公司的金融状况 还能还得上吗 你能力不行 那就尽早 就要为你二叔打理 想要国主赐的项目你就直说 不要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强取豪夺 爷爷一死 你们苏家良心都为狗子 苏家 哪有你这外星废物说话的份 大闹典礼 谁人带着我苏家都被人戳几两股 这段 我还没和你算 反倒先叫醒去我来了 在哪 这是通知 不是商量 再说 我你的项目 就算交给你 你能做得起来吗 要知道光是初期的成本 预算就要一个亿 靠卖身呢 还是指望这个吃软饭的白亚狼 给你拿 奶奶 我们可是天人呢 你就非要做得这么绝吗 你若是不能给我苏家败白利 就连看大门的狗都不如 我竟然是长辈 对你们今儿再带着三个人 到这个 我们今儿看 你还真是够无耻 因为区区一个亿 你没人亲孙就应该 哼 区区一个亿 真够狂妄的 你个晴光蛋 你口袋里拿得出一百块吗 告诉你 就算是谁拿好的亿 都只是我这个电话的事儿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敢不敢给我打个赌 有什么 你要是能拿出一百个亿 这项目 我们不要 而且 你跟清雪的事情 我们苏家再也不插手 但是你要是拿不出来 就立马跟清雪一刀两卷滚出变量 以后我们将清雪卖给谁 跟你没关系 敢不敢动 好啊 到时候 这别言而无信 上文 万一那小兔崽子 真能拿出来 叶新城那边 怎么交代 妈 那个废物 怎么可能拿出来一百亿 你也想的太多了 退一万不及 就算他真拿出来一百亿 到时候咱们不承证多 反正这补约 也是口头承诺 谁都做不了事 而且 咱们还能白解年益 这买卖 只算不赔呀 哈哈哈哈 北辰 你怎么能这么冲动呢 一百亿 那可是一百亿 我和苏家最富的时候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 这下好了 他们抓到你的把柄了 我们怎么办 放心 我能解决 你忘了刚才王家的事了吗 我知道 你是不想看我受委屈 才动用了上京凌家的关系 去对付王家 可是凌家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个你拿上 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不多 但是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 你拿上这些钱赶紧走 再也不要回来了 其他的事我来想办法 你是心态我了 我又怎么能辜负你 秦罗夫 你怎么会有我电话的 怎么着 我也是上京前家的千金 找苏家要你一个小男人的电话 岂不是下一举的事 找我什么事 你有空吗 我想跟你当面谈谈 没空挂了 哎别挂 这事非常重要 有关于上京凌家 苏家笑就可以了 这么快就让苏秦璇负负负负负负责 找我什么事 喂 叶盛 我想求你出面 向林家求情 求他们放过北辰 我保证 北辰再也不会惹麻烦 只要让北辰离开 我保证他再也不会回来 因为我跟林少庭的关系 这事 到底能办 大臣我是 只要你肯答应我 我什么时候愿意做 那这样吧 你来白鸡汉志村大厢来找我 你们好好商量一下 好 让我为他拳拳 走 四不亲一拳 喂 林少 都准备好了 喂 你有没有搞错 让一个女生等你一个多小时 哎 那我走 算了 本消息俩能跟你计较 那点什么 行了 有什么事赶紧说 别待我可以 你知不知道 林冰芝已经到便了 他肯定是冲你来的 你准备怎么办 逃跑吗 我为什么要 该逃的是林冰芝 我很好奇 你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 是有那个搞款王家的神秘财团给你撑腰吗 你查我 通常遇到而已 通常遇到而已 那个神秘财团到底是什么势力 你跟他们要有什么关系 有些事不用知道 林冰芝已经想通过娶我来抢走秦家的财产 他这个人做事阴险毒辣 身边的女人更是手不胜手 我才不想嫁个那样的小孩 如果你能让那个神秘财团帮我的话 你可以跟你复关 那婚约根本就没有承认过 更排不上什么夫婚了 别你了 你啊是秦家大小姐 对对对对 闺蜜又是堂堂华国最年轻的女将去 还用不着我忘了 家里的人都包不到我家里的 至于如霜 她身在军营管制又多 叶家设立强谈 她也是有心努力人 但你不一样 因为 因为我是全变联嘛 大声一片的苏家坠血 白眼疼 而且我本来就跟你家人说 所以可以入一切的权 对吗 到时候谁出谁赢根本不重要 完整水平了 你可以趁机拍个六岁 我不像人家肖书霜 我的钱去付出这 是这个意思 林北深你是吃了枪药吗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的女人是吗 难道不是吗 行 这是暂且不提 但我说夫婚的事 是认真的 你 行了 我跟你没兴趣 虽然你有受火财了 但你被苏青雪 摆当维护的样子 真的让我挺心动 那家是身材的样子 你哪样不给他苏青雪茄 同样是入罪 我钱家能给你的 比苏青多千百倍 而且 总多苏家的人都看不清 而我跟同样 我们只会心疼个人 感到失败 我上不好了 苏小姐被叶星成约去了白金汉 既然我得不到 那苏青雪也别想 苏青雪 你和林北辰 出了 哦 我跟北辰还没有正式成婚呢 叶少 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对了 让我帮你也不是不行的 你呢陪我睡一晚 我保证明天林北辰能安全 你们苏家项目启动资金 我也一并包 怎样 既然叶大少毫无诚意 那我就不谈了 哎 林家少主已经抵达变了 如果没有我说钱 林北辰和你们苏家都要死 你可要想清楚 等一下 你怎么还不识斗呢 我刚刚只是测试一下你的态度 坐 这样你把这杯酒喝 就答应 真的这河头我都解好了 喝完我就签了 好 给 叶大少 签吧 苏清雪 你还真是个傻白天 觉得我会帮忙 还什么都不同 待会儿 林家少爷就来了 希望到时候你能玩得尽心 叶行诚你无耻 你竟然在酒里 叫吧 现在还是个猎妇一会儿要求的男人给你扎一天 没事 过来还需要点时间 要不然 要不然 请先刺后脑子 你把装什么瞬间 放心吧 待会儿 让你手牵手 欣诚你找死 你怎么怎么找我这儿来的 贝尘 别怕 有我在 林北辰 我告诉你 一会儿林家少主来的 看你破坏他的亚性 你就等着吃不了兜着怎么 林平之 没错 就是十年前杀你全家的林家少主 现在怕了 想跑了 我喊了 林家少主现在正在路上 等他到了 肯定把你碎尸万段 你就等着眼睁睁看着你的女人 成为我们身下的玩物吧 好啊 那我都要谢谢 省得我亲自去找他 现在 一个时间前找镜头 摸了肺子 口气还挺大的 你终于来了 这人怎么都一千人把我杀了呀 放心 有我在 天王老子也动不了你 林北辰 好久不见 林平之 就该死 姓林的全家都该死 别忘了 你也信念 苏清雪 买文不如一剑 确实很漂亮 可惜啊 黑了个废物 跪下来求我 自杀谢罪 我可以饶了苏家 和林浪那个残废一家 奥三叔他们怎么了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逗他们 我让你家所有人都下去陪葬 到了便良之后 联系了一下镇服使 随便找了个罪名 就把他们逮捕了 他们能不能活 只是我一句话 怎么写 全凭你自己了 镇服使你高 聪明 还能不开心 就是跟我雷尚道歉 雷尚 雷尚 救我啊雷尚 今天你必须死 丧家犬 你敢 别急 这就轮到你了 你不敢动我 你别忘了 雷浪他们一家 可是在我手上 说 在哪儿 你说我就掐死你 大家同归计 我说 松手 我说 声音不知道 你这个人最大的罗天 就是心不够狠 为了几个残酸命都不让我 当年你们不顾惊醒 追杀我一家 除了我三叔 都幸福 论心恨 没远一步 等李刚把又带来了 我看你还能不能想这儿 你没成了 你难道要看你三叔 你真正的死吗 我最后给你一次 恶闻而死 要不然 我就让你再看一遍 十年前的酒精 我也给你一次 长掉自己一条胳膊 我还能让你带过后 好 这是你自主的 把那个残酸和病痒 给我带出来 我要一刀一刀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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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 你准备 你就是啊 您上次都这么要求了 还不赶紧弄手 是 你 你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抓他 你抓我干嘛 那 涉嫌仿仗 还有废货 现在依法 进行逮捕 放开我 你们是不是知道 你准备帽子弹吗 你们两个是一伙的 赶紧放弱 有此我一句话 就让你过去变了 那是镇北王 一声令下 北梁铁军一夜 就能踏平一国 你平家 小屁 看来你还没有认清现实 黎刚是我的人 你别这儿 现在 说了算 只要你放过一个 条件随便离开 一夜还是十夜 只要你放了我 我立马打过 嫌疑 什么 一千亿 你穷疯了吧 你值不少多少家族累积 一百四代付都没这么多 我跟你们聊了半天 所有感 要和一千亿茶几费 过分吗 不过分 你对马上的打钱 马上转一千亿 给别人说是几段 本事要用得着 我跟你解释吗 行了 今天放你回去 是让你以后都活在恐惧跟绝望之中 然后我要让你看着 你引以为傲的林家 身材负面 一千亿纸茶准 你基于清雪 这一战得令小人 我 你 等林家支撑护法过来 免得你这么砸碎 这位王 人家护法 号称血手人头 说说 急起来吧 林三爷那边 有个男的女子 不用 单叔那边 我让清智带人过去审美了 只要他敢去 别叫我 一人破一城的白炮神将 那些老子就知道了这边的身份 不然 听了是林平知道 我不去抓人 我就要凉灵了 我都送了最后一遇 绝不能让他死的咒诅 是认为我放心 北辰 别走 好 走 走 哇 春药的药效已经完全毁发了 要是不能及时得了宣泄 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 北辰 我好难受 药啊 我的儿人 爸在晚的 爸发誓 一定替你报仇 将那个小杂帅 错骨扬灰 对 新城 新城 可是为了给您准备礼物 才被人打死的 雷少 您可一定要为他做主啊 我也没想到 让连北辰这个丧家权 居然能报仇变良的正负 求你上为我而报仇 我愿意付出 业家所有资产 放心吧 如果他的靠山是萧如霜 或者独奇战争 什么 哎 我不信 啊 谢谢 呦 哦 那个 昨晚我也没办 不然 会有故事 我知道的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哦 喂 苏清雪赶紧在这林北辰管过来 哦 妈 血手人徒已经到了变了 上京林家还公开喊话 让咱们苏家满门给林北辰陪葬 说谁要是帮助 一并解决 你说怎么办 现在只有让林北辰以死谢罪 然后再把苏清雪那丫头送给林家 为求原谅我苏家 说不定才能活 血手人徒 不过是为林家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的头腿的 这种还不 你还敢说大话 那可是一出手就能灭满门的狠人 战神极强者 要不是你把林家少主给废 放下这么大火 我们都是这样 你该活下去 奶奶 昨晚叶星成要把我献给林平池 是北辰军救了我 林哲愿意要你那是你的福分 你看看你选这个丧人心 都从来了变粮给我苏家 扔了多少货事 放心 林家的人我自贵 既然你们害怕 那就滚出变粮滚得越来越好 昨晚应该收到一千亿了吧 我也不用你们把东西都退回 遵守赌约 把公司和项目交好的情形 虽然不知道这钱你从哪弄来的 但你给我苏家惹了这么多事 那一千亿是我们英格的 你必须得以死谢罪 清雪也得送进林家 上京林家闹 十年前我让你侥幸逃了 没想到你还敢回来 你让我们平之不能人道 让林家绝后 今天我就让你死无大身之地 论欣赏狠毒 谁比得过大多女 我爸对你尊敬有家 从未想过跟你争夺家产 可你呢 为了家主之位 对秦兄弟下手 还是人吗 我是林家长子 林家本身就应该是我的呀 只不过老二出众 整个京都的人 整天张口闭口都是老二 说他商场上运筹帷幄 还有你这个大智近腰的麒麟子 说他才应该是林家家主啊 我怎么可能留他 没有任何人能挡住我的路 即便是我的亲生兄弟 也不像 既然你不认了 那就是债子 一条上家去 别敢动林家主 大吉高峰 麻烦老先生 是林家护法 做这些是应该的 家主不必客气 我 人家主想怎么处置他们 我要他们全都死 无葬身之地 那些事都是林北城干的 和我苏家没关系啊 你以为你们有的选 要不是因为你尊女 我们少爷能这样呢 更何况 十年前要不是因为你们苏家帮忙 他怎么可能活到现在 林家主 求你放过我们苏家吧 我 我愿意把苏清雪送给你们 你们两个还会一起过一下坑头 皇祖都埋到脖子了 还伴着脚踏到战神门口的老废 这让我跪 上文心 你还敢骂灵虎话 你把我们苏家彻底弄垮 你不甘心吗呢 贝承 今天我们走不掉了 留我的 对吧 今天你们谁都走不掉 能接下我这一掌 至少是战王起的 小小年纪 竟然能有如此境界 果然是天之骄子 那就更留不得你了 是你 都是你 你这个散文性 还惨了我们苏家 就算作鬼 我也居然不吵过你 屁事 奶奶 刚才可是北辰救了你啊 你当我 嗯 既然这扫家犬这么在乎苏清雪 不如我们找点乐子 苏清雪 只要你自己脱光衣服 再便让我什么溜达一下 我就饶了你们苏家人 苏清雪 我命令你立刻按照黎上说的动 奶奶 我可是您亲孙女啊 您怎么这么对我的 谁让你非要和这个 散文性在一起呢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奶奶 清雪啊 像个赏金林家人攀关系的 都排队了 你有什么委屈 你想让我们睡着都灭门了 快快快快快 我看 我看谁敢动清雪 找死 你死 够东西快放开我儿子 小子 你敢动少主一根手指头 我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死 你死人太深 你们怎么了 伯父 别管我 我带了这个东西要死掉 就算死没有了 咱们一起赔丧 小子 你都死 我看谁敢动手 kontroll 确定是李北辰这杂子 又惹了这么大户 像战神大人 也惊动了 这下 我苏家 是彻底赔酒了 战神大人 你怎么办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这个林北辰是我们家的叛徒 我今天处置它是为了 经理门户 我们林家的私事 戰神大人也要差數嗎 我總曾對蘇清水神格外照顧蘇家的事 政治難不成林家族 你想讓你們林家過 對我也不少 區區半戶戰神境 放棄人 不敢不敢 只是說三天後鎮北王要舉辦農聰業 但是這小的把我兒子打成這樣 我今天要來 我今天要去 極為不尊重鎮北王 我今天重置他 也是為為為虎鎮北王 林家主也知道龍鳳燕的厲害 那就不該在今天鬧事 今天這個結束到此就算了 等到龍鳳燕結束後 你問到的有多大 我都不會再管你 沙昇哥 怎麼能就這麼算了 我今天一定要讓他 是龍了嗎 到無期 蘇家到底給了你多少好處 讓你這般擁護他們 那你別忘了 林家祖先可是開國功臣 前幾日國主 還親自邀請我去參加 鎮北王訂婚的王鳳燕 你要是敢動我一下 使不了肚子走 我想林家祖先是誤會了 我來只是給蘇家幾份勤儉 這龍鳳燕男主角自然是鎮北王 女主角的話是鎮北王當場選擇的 上京有蕭無雙 秦羅夫兩位美女道場 我們辯良自然選擇的是辯良第一美女 宗其雪 南湖城林家祖 向鎮北王訂婚 行了 今天 我就放你們一把 你我恩怨 龍鳳燕每天 鎮北王 親自做主 看小財無縫的宴去吧 給你們這個機會 狂妄至其啊 啊 我們林家可是深受鎮北王的器重 你就是一個氣子了 你手上沒有半點權勢 你拿什麼跟我們上京林家鬥啊 好啊 事物一旦 行啊 我等著你 走 兒子 帳神大人 我知道鄭北王身份尊貴 也感謝您對我們蘇家的救命之恩 但是我與北辰已經訂婚了 而且還是國主慈悔 所以這個龍鳳燕 我是不會去的 你就死呀 清雪 就只是訂婚而已 這不還沒進嗎 還可以分呀 現在蘇家的命運全在你手裡 你可不能任性啊 哎 奶奶 奶奶求你了 都是奶奶的錯 但奶奶還想活下去 和林北辰解除婚約 去參加總奉宴吧 奶奶 你快起來 不 你不答應奶奶 你只會在你面前 不要奶奶你快起來 去吧 去吧 說不連你也是一樣 難道你真的想把我讓給那個鄭北王 你當去看那個熱鬧嗎 鄭北王那種大人物 肯定幹不出來抱個月娥的事 是啊是啊 and then you go to my mother 只要讓鄭北不高興 他一句話就會救了我們蘇家 王上 镇北刀取来了 镇北刀出窍 这边 这边 婆婆 你怎么对那个林北辰 饭花痴 因为他管我 什么 他竟然对你做出如此下作之事 好了 你放心 我见到镇北王 你一定会把这个人做的下作之事全部被告 倒是开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你们怎么在这 原来是未央店前的仆人 不容紫身份 竟然一个敢冒充镇北王 一个敢冒充你转身你广 这是最该办的 你个傻丫头 被这个大义门狼骗的地方转转 习三就知道 肯定是他搬出镇北王才搞定 有事就说 没有就滚 林北辰 你对罗夫做出这样下作之事 你的内心就不觉得一点惭愧 你是这么跟他说的 谎你吗 表白被拒绝 世界个人先告状 还抄活脏水 请大家请 好 林北辰 你这个人渣 多了便宜还倒打一把 本将就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他说 你说没事吧 他和那个林北辰只是非洋店的下人 这么近 我那被引用掉了 看我哥们超凡绝论 不管你们以后有什么事 都不要再来了 果然 你们只是魏阳殿的看门狗 只是包不住我 你今天能拦得住我去见正北 到时候龙峰宴上能拦住 我撕下你这个人家的面具 把你做的丑事 那我就是个全都 苏老太君养了个好孙女 竟然能得到战神大人亲自举荐 这苏家以后要腾飞了呀 是啊 苏家又是发达了 可别忘了咱们变良同胞呀 那是自然 一群瞎了狗眼的东西 破败家族的女人 怎能赔上正北王 正北王妃 只能从小将军 以秦家千金中选出 龙峰宴后 更不会再有变良苏家了 上门心也是问题 赶紧滚出去 我们书家才指望今天犯神 到时候也一疯 无说八道 爱得清雪落选事实 我德队正得完 我们都得完蛋 你上了什么东西 别把插我们家车 我谁了 关你屁事 我老三竟然没死 而且修为还可以说 你这个老书 比如说 你要找我们家成儿的麻烦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试一试 要是碰我们家成儿一根纸 今晚就叫我们业家消失 是他先害我而再先 杀人长命千金地 好吧 好久不见 林海 杀了我二哥一家 醉了我之后还欺慕 监视了我十年 还好一丝提兄弟强 一条臭臭 也敢对家属不尽 往复就就送你去建林了 龙凤宴上 别闹事了 等会儿 这美王来了 哎 都没好下场 丫头 你的事儿 成儿给我说了 这么多年 苦了你了 是我们林家和成儿 对不起你 不苦 不是我自愿 听着 林家整理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不想过问 我只想警告你们 清雪可是要成为 镇北王妃的人 可不是什么 你们林家的儿媳妇 不冲突 不冲突 你家子疯子 镇北王妃 据我所知 苏清雪已经在那林北城睡过了 镇北王会要他这个二手锅 再敢侮辱清雪半曲 我叫你好看 嘎死的男人 本千金到天你都不要 这丫头只要被骂了一句 你就这么大反应 你既然那么在乎他 那为什么上次在卫秧殿 趁我昏迷的时候 账我便宜 前天又对罗夫做出那样下作的事情 你这个人 简直就是道貌黯然的人渣 好啊 你还真是色打落铁 三位王妃候选人 你竟然全部染指 你这是赤罗罗 打镇北王的脸呀 你死定了 我最后再说一遍 使得秦罗夫表白被我拒绝 我根本没有碰过他 还有 我姚殿那天 我是在救你 不过我现在看来 还不如让你这蠢女人自生自灭 你他妈也不撒朋友照找自己 你个屌丝 罗夫怎么可能向你表白 你看你说的话 现场有一个人信吗 我相信北辰 你可真不知好歹 到时候有你后悔的那天 我告诉你们苏家就别做白日梦 今天成为王妃的必然事物 我本来也没打算和你争 不管这个镇北王他有多优秀 我都看不上 我只想和北辰在一起 苏清雪 你怎么能这么不知害臊 镇北王身份何等尊贵 就连萧将军都梦寐一求嫁给他 怎么能是他这个上门星 白眼朗朗都比的 林老三 我不管你们怎么混进来的 赶紧带着他滚出去 别坏了我苏家的好事 我主当 今日的龙军宴 本军不是 本军前来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为出生在我华国 威震天下的镇北王来证婚 这是我华国历史上 千古你帝穿过的凤冠峡沙培 今日本军将其作为婚服 赐给镇北王碑 博主 所以到底选了谁啊 这还有 肯定是萧将军 萧将军武道天赋朝凡 又爱慕镇北王说你 和镇北王 他简直是最后配的 秦家也是上京豪门 秦老婆更吃都是女 娶了他 等于把秦家的资产都装口袋 全他免有口 总之选谁也不可能选 苏清雪 本军宣布 镇北王妃为辩量苏家 苏清雪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请苏小姐换上婚服吧 国主大人 您是不是搞错了 就在前不久 您才为我和北城赐的婚案 清雪 再去换上 很快又边境这一切 给你解释清楚 哈哈哈 我苏家又一步登天了 你们林家 你们学习少女疮呢 赞错对了吧 看从今天开始 你们林家敢不敢对我小张 怎么可能 苏家一节目 苏清雪可吃二手 正常老子看的手 再等等看吧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语 本真像大白了 也不定会 此人想出票的小镇 这我怎么要干的 镇北王妃到 我这身婚服 不是为镇北王穿的 我苏清雪这辈子 非临北城不嫁 苏清雪你发什么疯呢 你再敢胡说 我就再也不认识你的孙女 这疯女人是在找死 身在佛中部之府 苏家活该尽算决 苏小姐请放心 本君没有逼迫 接下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如请我华国之龙 镇北王登场迎亲 清雪 你愿意下 北城 你怎么能上来呢 你赶紧下去坐着 待会我会和镇北王说清楚的 丁北城 你这个废物 怎么会有号召 北梁百万将士的薛龙剑 如霜 你忘了 他可是威央店的看门座 肯定是坚守自盗 窃取了镇北王大人的龙剑 跑到这里来招摇撞骗 想带着苏星雪 鸡根干 够东西 还不赶紧自问谢罪 镇北王即将亲临 你已在劫难逃 但别害了我苏家 狗砸嘴 你就是自取灭王 博主 这个小子 竟然在龙凤雁上 公然对镇北王妃求婚 罪不可恕 我们林家 绝对 任何人对镇北王不敬 放手 就算你是战王巅峰 今天也得把命留在这 你是战神技巧的 这不可能 你究竟是谁 鱼龙副 北梁刀 这是 这是北梁敬畏 最前面那个是 白袍神将 陈庆之 这女人 真是北梁女战神霓 王 那他 那他 望天下 谁敢称王 唯有镇北王 他们逃门权贵 用权势如我 走 北梁铁 敬家天下 毕生令下 踏平枪海 参见镇北王 老师 真是瞎了眼呀 竟然 一直要将 郑北王 赶出宋家 我们逼着 清雪 卖身 逼着 郑北王 自我 对待 还不如一条狗 我们苏家 完了 我崇拜的偶像 我的梦中情人 就在我面前 我却不是要真实 他疯狂的羞辱他 真正的小主人 他是我自己 我只是想得到他 即便他不是 郑北王 我已经心动了 我嫉妒肃清雪 所以才诬陷他 这怎么可能 我不是从影教 逃出去的 一条小狭狮 怎么会是 华国之龙 郑北王麾下 战胜无数 自身实力 更是冠绝当代 横压一世 我竟然敢挑衅他 今天就算死也不冤 这就是我说的权势 我还要和我斗吗 哎 车儿 大伯知道错了 请原谅大伯 请原谅大伯吧 你还用没有记得 你小的时候 大伯 放过你看过灯会啊 还放过你 放过风筝 车儿 你还记得这些吗 啊 十年前杀我全家 我看得清清楚楚 三叔想为我讨个说吧 就被我废掉 受尽了居辱 三叔更是没钱之兵 差点去世 爸妈对我恩宠有价 保险待我情深似海 三叔使我如同几初 我要是就这么放过你 我推得起他们吗 到 二爹 我后悔了 你再去搞到吧 这都是报应啊 爹 是他 其实他是 我跟你拼了 你拿什么东西 太拼了 你先死吧 马达和叶山合奏都连于战场 一辈子 郑北王 饶命郑北王 郑北王 求您看在清雪的份上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属下 愿为您 当牛做马 我给过你们很多机会 但你不知珍惜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清雪下手 最无可受 清雪 我们可是你最后的亲人啊 你不能这么狠心啊 清雪 你快放我们 求救情况 贝晨 你就放了奶奶他们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一晃 把他们赶出便凉了 就到街头要饭 是 郑北王 其实您章一直都仰慕着你 之前是愚昧无知 才犯下大错 我也是被您拒绝 太嫉妒苏清雪 想要你们封堪 所以才 我们知道错了 还请您看到 曾经婚约的份上 原谅我们 要是道歉有用的话 要我北洋铁记住 那你想怎么烦我 的确是我有个贼 要扎要挂 行便吧 之后给我回北洋店吧 我正好去两个断岔倒水的 我知道你郑北王的身份尊贵 我也有错 但是你这样哲辱 一华国大将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是不是傻 就连霓皇战士能为东为毙的 我没有算得了什么 而且 这可是和郑北王朝夕相处的机会 说不定 以后还能上位呢 北辰 你真的是郑北王吗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当然不是梦 对不起北辰 我 我一直以来都错怪你了 我知道你退婚 是担忆我的安慰 我知道你被我家人 立了墓碑 年年几百 我知道这些年 你被我受尽了苦难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往后一生 我只护你一人 我做梦子 我只是找到他 我就是要 我对你 去那些年纪 我还没明白